对政策困扰的,还包括这个教育股 就是over the weekend 星期五开始其实有传闻 去到星期六晚,内地就正式了发布一个政策文件 就说正式公布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简称就是双减意见 就是说减轻学生不要出外保那么多集 学科内的培训机构一律不得尝试融资 和严金资本化的运作 星期五有传闻的时候 其实新东风和新东风在线 已经急跌了四成和两成八的股价 施考乐和却月教育也急跌超过两成 如果真的投资者买中了这个板块 开市之后是不是应该不问价沽了呢 就是一个双减政策 就是减你的压力 减你的持装者的价值 251下子减到你肉污无泪 这个政策其实市场十个里面 十个都想不到会这么绝的 就是所谓一个观点是绝之绝 就是基本上你整个行业抹杀了 因为将你的行业定性 其实简单理解他们的针对是一些补习行业 就是说你不得非盈利 那非盈利基本上你是义务教育 就是不是这样的嘛 还有你不给了盈利也好 我买不买得出去又不行 因为他不给上市公司投资这些公司 所以你找买家贴手都难 你唯一可以做转型 就是整个生意变了 可能你纯粹提供一些服务 给本身的其他学校 做过的解决方案 可能是一些线上教育的解决方案 或者教材提供的 自己不收身 希望是这样可以转型 但你都听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一下子 所以其实教育上星期五 这个消息传到现在正式了 我想其实今天来说 这个高压会继续下去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第一步 其实他的文件说 是希望减轻那些学生 最主要是义务教育 就是K12 一些学生的压力 好了 下一个问题就问 如果你觉得一些本身 在营运K12学校的 私营学校 牟利机构 会不会你觉得 他可能将定性为 不可以牟利呢 所以其实 你不可以 怪为什么市场会害怕 因为突然间 把一个行业 由一个商业机构 变成一个非牟利机构的话 其实这个变化很大 既然今次補助学校 下次为什么不可以 是义务教育的学校呢 所以其实其实很担心 所以你问教育股来说 今天来说 其他比如说上星期很明显的 星期五就是那些 首当其冲的补习学校 比如你刚才说的 新东方 或者其他两间 专业做一些补习业务的 整间公司的补习 说你由一边做零 那当然会狂跌 五成四成 但有些其他教育股 跌幅很大 比如一些专做K12 业务教育营办学校的 都跟着跌 因为这些时候都是担心 你下一步会怎样 将你的监管 或者你的政策范围 再扩展到这一堆 经营 私营 即是商业经营 K12学校的公司 所以我想 今天来说 这个股额都会继续的 蔓延的 可能唯一 你介入股股 当然分很多了 可能其中一种会比较 暂时 就是个担心没那么大 就是一专做一些 可能是高等教育 就是说大专 大学 甚至会做一些职业培训的 学校来说 其实它相对来说 可能受到这个政策风暴的 影响性就比较低一点 所以你说 我都说了 真的不要帮留底 但是你觉得 可能每一些跌过急 你要选择的话 都要密切小心去选择一些 可能是专与 经营刚才所说的 是高等教育 或者职业培训学校 一些的股份 因为他们的风暗的敏感度 未必会牵涉到 K12教育的程度很高 所以我估计今天的教育 暂时都没有什么能行 因为政策的力量实在太大 市场实在太害怕了 我又怕再给你教育多次 所以就要小心一点 是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